大家好,又是我Philip 天氣開始涼爽一點 所以我決定今天走一條比較長一點的路線 今天去哪裡呢? 就是去麥理浩徑的第四段 之後由那裡上彎曲山 預計今天走大約五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要立刻出發 過來這邊其實很簡單 就是踏99號或者299X 在水浪窩站下車 我們之後就要沿西貢方向 就是由這一邊 這裡 走前多兩分鐘 就會看到我們今次的正式起點在哪裡 走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就要過對面馬路上燒烤場那邊 由那裡再走上去就會去到彎曲山那裡 其實這裡附近 在這個路口下去 也有一個地方很值得大家去走一走 那裡就是深沖大草原 其實之前我都拍了一條片 因為那裡真的很漂亮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按一條片來看看 幸好就是站好下燒烤場 就是我們的正式起點 還有我覺得 麥理浩徑有一個頗好的位置是怎樣的 每逢好處來到這些分岔路 它都會有一個牌 支持你應該怎樣走 就像這個一樣 寫著麥理浩徑是去哪裡 其實麥理浩徑第四段 算是一些比較中級向少少的路線 它有些位置是比較斜 還有都比較難走的 但是既然是這樣 我為什麼還要走這條路線呢 是因為彎曲山 可以說是整個馬鞍山 風景最美 亦都是最吸引人的一個位置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轉去左手邊 這個位置上山了 好久沒試過 彎到這樣上氣不下氣的感覺 好 加油 彎了 下了兩個小時左右 終於到這個位置了 這個位置 就已經去到彎曲山的山腰了 好 遠這邊再直走 就是 繼續去彎曲山山頂和大金鐘那邊 這邊這條樓梯 就上去公警台那邊 公警台那邊 公警台那裡 有一個架子可以給你自拍控的 設個位置 先拍個照 等一下 離開了觀警台之後呢 我們就要沿路 這邊這條路 找路上去彎曲山的山頂 但是由於 入口 是很隱蔽的 所以我們 走的時候 要留意 這邊這條路 如果看到這些路口 轉進去的路口 記得看看有沒有絲帶 有可能是 上彎曲山山頂的路 來的 看看 咦 這裡 有條絲帶在這裡 所以我猜 這裡應該就是 上彎曲山山頂那裡 那我就要 這裡走上去 如果大家真的走上去的時候 真的要盡量小心點 因為這條路一來 很窄 大家看一看 真的 一個人位這樣上去 二來 很斜 所以上去的時間 真的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由這裡滾下去 真的相當危險 好了 不說了 集中星辰上去 是嗎 終於上到彎谷山山頂了 這裡看出去的風景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這個位置看過去那邊 已經看到西貢那邊 岸平形地,大金鐘 還有這裡,這條山道 但現在我有個問題就是 我要怎樣下去山道那邊 因為這個位置下的話,實在太危險 因為剛才我看到 所以我決定先沿回剛才我上來的路 先下回去,然後由山腰過那邊 這樣相對來說就安全很多 剛才在山頂,看下來的時候 就覺得這條路很窄 好像很危險 但自己走下來的時間 這裡看回回頭 其實這條路不是太恐怖 但這裡真的要再小心一點 全部的路都是水石 還有那個高低叉都比較大 這裡真的要慢慢走 不可以 我真的沒辦法由這條路上去 但今宗 剛才我走的兩步路上去 發覺這條路很滑 以及以我的體力 或者我伸手應該不能夠上到頂 就算是硬上去都有點危險 所以我決定 先沿回馬里河境這條路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路徑 可以繞到岸平平地那邊 這個位置都很漂亮 這個樹林 幸好沒有上到大金鐘那邊 如果不是 這個這麼漂亮的景 就看不到 大約再走多5至10分鐘 就會到前面這個涼亭 看到涼亭代表什麼呢 原來我今天的行程已經結束了 我原先的路線是由大金鐘 再陸岸平平地 再陸岸山村 這樣就完成今天路線 因為剛才我講過 我根本上不到大金鐘那邊 所以再走到旁邊 這條路下來 原來下來的話 就已經是涼亭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想去岸平平地的話 其實是由這條路再直上 那我就要由 這一邊這個位置 就下回馬安山村 那就 搭車下山 完成今天的行程 好了 沒試過這樣走 下次休息一休息之後 我會再走另一條路 可能我會去龍脊走 因為走完這個感覺之後 跟龍脊應該有幾分相似 所以下條片 我很大機會 就會去龍脊那邊走一走 好了 這次的影片 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繼續 拜拜 我們下次見